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现在已经严重到就是父母一碰他的脚他就一下都会断掉 然后孩子自己呢也梦到了好多人都在拖他的脚 实际上这种情况应该就是需要大量的小房子对吧 还有大量放生对吧 首先要把业障去掉去掉业障之后慢慢的才能恢复那个鬼不搞塌的话他的腿才会慢慢的恢复 恢复之后要看看坚强的毅力慢慢站起来要要走路要锻炼就算结贪的话也要站着自己的假腿要走 否则他永远站不起来像这种孩子首先要去除灵性 有灵性的话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站起来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那师傅像他这种情况许愿小房子是不是要许一个大量的 比如说好像需不需要几千张这样子 要的五六百张先取吧 你是说第一批五六百张这个 对先许的看看看行不行 然后之后的话就一百零八张可以 一百零八张也是这样子 都可以 那么放生的话是需要上万吧应该 放生要念很多 放生最好能够放到先放几千条吧 我看他所以爸爸妈妈不要太执着 有的时候跳一些舞啊跳一些古代的舞啊 就跟唱戏的人一样的 他也很容易惹灵性的你听得懂吗 哦是这样 他如果去因为每个舞蹈里面他有故事嘛 故事里面也有主人翁的嘛 你刚刚唱戏的很多人到后来都生癌症啊 这也是个大问题 就是啊 他因为复古嘛 确实是 那么很多的古人啊 他死掉了他亡魂 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我不能多讲的这种事情 好吧 嗯 嗯明白明白 嗯 师傅现在就是那 那么他就是一定要去全数了对吧 对 嗯好的 我是希望也是希望他能够好转 早一天将起来 然后能够先真说法 好 特偶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